好 這邊可能消掉 這邊也消掉 所以 2442 2442 precisely 就是 P2 加 P4 的比方 OK 所以這告訴你什麼 這告訴你說這個圖 如果說中間這個 propagate 高昂秀的話 它這上面這兩個相承 會得到是那個什麼東西 你會得到的是 P2 加 P4 平方 那你那個左邊的那個 P 可以放 3 嗎 哪邊的 P 你現在是放 1 2 2 4 那可以放 1 3 3 4 然後右邊放 3 4 4 2 之類的 你說我這個 P 我現在是帶 1 加 2 對不對 對 然後這邊我是帶 3 加 4 那你要帶什麼 那左邊可以帶 3 加 4 可以啊 你可以帶 3 加 4 那右邊這邊帶 1 加 2 沒有不用 你看你要帶什麼就可以啊 只差一個負號而已 那這兩個就是 最後答案開始會一樣 最後答案會一樣 所以我可以 OK 我剛剛這邊帶 已經開始錄嘛 對不對 可以更好 那我可以再講一次 所以我剛剛這邊這個 P 帶 1 加 2 這邊帶 3 加 4 這邊帶 3 加 4 這邊也帶 3 加 4 好 我們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如果我這邊帶 3 加 4 的話 是不是變成 3 4 4 2 因為如果他們不一樣的時候 就表示這幾個結果應該要 combine 起來 或是把它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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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只是 momentum conservation 這並沒有 你沒有再 sum over 任何東西 這只是 momentum conservation 你要用 1 2 或 3 4 0 今天我要檢查一下 是按部一個負號答案病 所以我現在只要做這個檢查 所以說這邊是 3 4 所以這邊 cancel 掉 你會說 1 2 就不 cancel 對不對 可是我總算是 可是這邊是 1 3 3 4 所以這邊是 P 3 我現在 P 3 4 又可以 momentum conservation 變 負 P 1 負 P 2 負 P 4 所以負 P 1 會跟它等於 0 負 P 4 會跟它等於 0 那這邊負 P 2 所以這邊又變成 2 所以這邊有小動作 你會回到原來的答案 I mean 這只是 momentum conservatio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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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告訴你什麼 你這告訴你說 如果說我今天這個東西 中間這個 propagator 我現在假設我還沒有上播合語的課 我只知道這邊 中間會有個 propagator 這個 propagator 假設我這個 momentum 是 on shell 的話 那它這東西必須 這兩個相一層就必須指示那個什麼 那個 S 簡 就是必須是 P 2 加 P 4 平方 對不對 那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所以代表這個圖理論上來講 應該就是我可以把它寫成什麼 我可以把它寫成 它答案就是 我就把 propagator 放回去嘛 propagator 是不是就是 P 1 加 P 2 的平方 我只知道它的分母是 P 1 加 P 2 的平方 對不對 那分子是什麼 分子我就寫 P 2 加 P 4 的平方 OK 或是說用 Mandelstein Variable 我這邊用 s define as P 1 加 P 2 的平方 p define as P 1 加 P 4 的平方 u define as P 1 加 P 4 的平方 這個我之前有講過嗎 應該就沒講過 所以這三個只是一個很常用的 叫做 Mandelstein Variable 有學過嗎 我應該在北京要開工 OK 這沒什麼 這只是看你要那個 就是叫這三個channel而已 OK 所以如果用那個 Mandelstein Variable 來寫的話 我這個就會等於 s 分之 u OK 反正如果你可以試著去證明一下 你們下課之後 你可以 prove s 加 t 加 u 等於 可以試著證明一下 這很簡單 你只要用我們的 conservation 可以證明一下 OK Alright 好 這個是正確答案嗎 你會說不對啊 可是你這個答案 我今天只是在這邊 在 s 區距離0的時候 才是正確的 對不對 那 s 如果不區距離0的話 這答案還正確嗎 我們實際上可以直接再從 這個問題的對勝性來猜出正確答案 你會發現什麼東西 你會發現說這個東西 如果說一二對調的話 這圖是不是看起來應該要一樣 對不對 或是一二三四對調的話 那圖應該看起來要一樣 對不對 事實上 你如果再仔細想回到這個圖 這個地方 你看 假設說我今天一二對調的話 他是不是會回到他自己 對不對 但是會差一個負號 對不對 這邊一二對調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一二對調 會得到一個負號 所以代表說 你實際上 我今天寫出來做這個東西 一二對調應該要得到一個負號 如果一二對調的話 下面當然是一樣的 這上面是會變成P1加P4 對不對 所以你其實應該寫的是什麼 是不是 你如果要maintain一二對調那個什麼 你如果要maintain一二的話 你會得到什麼 你會得到S的U-P 對不對 因為1跟2換成什麼 那你會說為什麼我剛剛只看到的是U而已 因為很簡單 因為我們剛剛是大概只是只是看在P1加P2等於0的時候 S等於0的時候 T是不是等於-U 對不對 S等於0的時候 T就等於-U 所以 這邊如果是U-T 如果設在S等於0的話 你T就可以換成-U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只看到一個U而已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剛做出來 我們只看到一個U而已 但是真正Fall的form 你可以把它抓出來 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在用Obshell的時候 讓P1加P2S等於0的時候 反而是U-T除於S 會比較general 應該是說這樣子 我今天 雖然我沒有真正GoObshell 我今天知道說 我今天已經有一個Publicator 我知道它上面的這個分子會是什麼 分子如果說是今天 Zentram Momentum是Obshell 它會是這兩個3-point相成 所以我們再回顧一下我今天做了什麼東西 我今天要知道這個Process 我今天只是Physically 我要知道這個Process 到底它答案是什麼東西 那我知道 如果你用FindmanRaw去做的話 你一定會給我一個VertexRaw 再乘上Propogator 那我只是說OK 我今天就假設說我今天這Momentum 如果是Obshell的Momentum 就基本上這VertexRaw 其實就只是兩個3-point相成 我把3-point相成答案就只是這個樣子 很簡單啊 好 那我就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把它放在我的Propogator這上面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出來說 這個東西並沒有Maintain 這個東西並沒有秀出這個東西的答案 這個Process的Symmetry 因為你在這個Process 這個三點的時候 你已經看到它這1、2對它會有個負號 所以如果你要Respect這個Symmetry 你一定要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才是Respect它的Symmetry 我並沒有真正GoObshell 我只是這樣 那你會說但是為什麼我現在看到只有這個東西 因為很簡單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在S等於0 那時候是等價的 對不對 所以 這就是你最後的答案 OK 所以 這個Process 就是 表示這個答案 所以換言之你現在算的是什麼 你現在算的就是 Precisey就是這個 比如說像你可以選它 你今天假設有個Higgs Power 你就假設Higgs好了 Higgs 它中間Exchange一個 它Couple到Photon 它中間Exchange一個Photon 這個的Process 你今天已經算了 就是U-T U-T over S 好 我們現在回到橫語 我們看橫語的話 或者課堂上的話 你們怎麼學 怎麼算這個同樣的東西 所以Scalar QED已經講了嘛 是不是 沒錯嘛 好 Scalar QED已經講了 所以你們知道說 你們Scalar QED 這個東西我們可以用 同樣的Scalar QED來算 所以Scalar QED 所以我這邊 在一個Section 就是Find the Rule 所以Scalar QED的話 是不是我們是Demule Phi Demule Phi Phi 它的Covidemule 是用什麼來寫的 它是用三角形的 是這個大D 大D OK 所以你們知道這個東西的意思嗎 我們知道說 大Demule Phi 這是 會等於 partial mu 加 IE A mu Let's say Phi 然後 obviously D mu Phi bar 會等於 partial mu 減 IE A mu Phi bar 對不對 你會先寫下一個Lagrangian 對不對 從這個Lagrangian裡面 你可以把它展出來 展 你會發現有一個三點的Interaction 因為有個 從這邊 有個Ie A mu 跟這邊的 partial mu Phi bar 以及交叉項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 這個Phi Phi Phi bar 跟這個A mu 這個Coupling 對不對 大家可以接受嗎 OK Good 然後這Coupling 它的Findemule會是什麼 假設我這邊Lagrangian是1 這邊Lagrangian是2 這邊Lagrangian是2 這邊會是P1-P2 Portional to IE P1-P2 然後Coupling到Epsilon mu Epsilon mu Epsilon mu對應的是這個Phi bar 你們Phi bar Phi bar 有交嗎 有 有是不是 所以我寫一下這個東西 你們應該可以接受 OK 所以注意到它這是P1-P2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嘛 因為你deriv的 如果這個deriv的Aging on它的話 它這個東西會是負的 對不對 那deriv的Aging on它的時候 它這邊都P所以是正的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 就是deriv的Aging on它的時候 跟deriv的Aging它的時候 這會有相對符號 所以這為什麼是P1-P2 這樣可以接受嗎 事實上我根本不用講這句話 因為你們知道 它不可能是P1-P2 誰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它不可能是P1-P2 這應該要有個無敵Bonus 我是從Findman rule讀出來 它是P1-P2 可是甚至你不用Findman rule 所以我就知道它不可能是P1-P2 用momentum conservation 給你個help P1-P2會變成什麼 啊 會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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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大聲一點 會變0 P1-P2的耶 沒有不是 P1-P2不是 有誰知道 有誰知道 那就是P1-P1嗎 呃 沒有 這跟它是不是P1-P1沒有關係 你知道嗎 差不多快接近了 差不多 有誰可以回答 會嗎 你們是有 就是 就是Priation-P1-P2 它在momentum很垂 如果相等的話 它就垂就0 很好 不過你沒在修課 所以我就不用加分 P1-P2 如果說你這邊是P1-P2的話 你今天這個東西 大菌 Epsilon 你P1-P2 是不是就是這個的momentum 是不是就是A本身的momentum 對不對 那A的momentum大進 你的Epsilon 不是應該是0嗎 你的Priation 不是應該垂至於你的momentum 對不對 這個condition 很暈有交嗎 就是Epsilon大 K要等於0 所以你們知道嗎 很好 所以說 其實我在寫下 5-P2之間 你就知道說 其實你會發現 真的很多事情就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 當然你們可以去 怎樣 但是其實你在寫下來的時候 其實你答案 早就已經 只能是這個樣子寫 OK 好 所以你的Vertex 基本上是長得 是這個樣子 所以 你今天 兩個Vertex 在層上你的 你的那個什麼 Propogator的時候 會等於什麼 所以是等於P1-P2 Epsilon Mu 另外一邊是P3-P4 Nu Epsilon Nu Epsi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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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 你還要用說 sum over你的中間的 internal state Epsi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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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 Nu 會等於E evol Nu Nu P平方 這個有講嗎 Photon Propagator Photon Propagator Propagator長這個樣子 有上到嗎 有嗎 更 所以說 所以說基本上你今天如果說把sum over你中間的是porization的話 你就必須要等到你的這個Photon Propagator的部分 所以你就把Photon的Propagator帶進來 所以這就等於什麼 等於P1-P2μ乘上P3-P4μ over P2就是這兩個的我們能不能sum 所以這P1加P2吧 所以這等於什麼東西 這Precisey就等於s分之u乘t 所以跟這個差一個分別一樣 所以這個是你的Findman rule的算法 可是你在這過程裡面對不對 你會realize說其實我不用寫下真的寫下什麼東西 其實一開始答案就已經你會最後可以立到必然字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你們就知道你們現在有個第一個non-trivial的computation 你會compute這個scalar中間的Photon Exchange 好 可是為什麼我們要幹嘛 我們其實是要來算你的cross section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來看這個東西的computation到cross section是怎麼樣子 大家可以嗎 OK 我就繼續要弄這些 這些東西計算過程 所以我把它擦掉 我從現開始我常常就會開始用這樣子兩種算法 去給你算出同一個東西出來 OK 這樣你可能會比較 好 所以這個東西的答案是這樣子 那我今天再把它 但是我知道這個東西 其實我今天可以把它 如果說把它在我的center of mass frame 裡面這樣去寫的話 你會發現P1加P2 然後P1如果你真的讓P1加P2的話 這邊是你的spatial的部分會cancel掉 對不對 所以其實真的就是你唯有的 這個就是precision就是center of mass energy 對不對 所以在center of mass frame的時候 其實是什麼東西 所以S就等於center of mass energy平方 OK 基本上就只有這個東西的平方 那T會是等於什麼 T會是等於負二分之S的E-cosin 就是等於負二分之Central mass square 這個Cosin data 這Cosin data precisely就是P prime dotP 那個什麼P prime dotP的那個什麼 Normalize之後的那個Angle precisely就是Cosin data OK 你們可以自己帶進去 我先給你那個parameter transition 你就帶進去這個 你可以去把它算出來 OK 所以代表我現在可以把這個completely 然後你把它transform 我寫u的話 這是master的情況底下 1加分3C OK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把這個東西 把它帶進它的話 所以你會得到什麼呢 你今天基本上你的m 算是等於s分3P-u sorry u-t 假設說我今天for some reason 我就做這個process 1只能跟2那個什麼東西 1 它只能transform到1 不能變成3這個particle 3只能變成4 3不能就是這兩個 你就做這個diamine的可能性的話 那我今天那個process就是就這樣子 那所以我這個東西答案會是什麼 如果帶進來的話 P是1解cosθ u是1加cosd 所以u解這邊是不是就變2cosθ 它這邊有1 2分之1 P剛好消掉 然後它會有個overall的s 但是s會跟它下面消掉 所以你的m就只是cosθ 所以說你今天如果要帶進這個地方的話 現在是4點 所以e1 e2 今天就是center of mass energy 那v1-v2的話 今天v1-v2就是2P嘛 但是2P的話 因為你是mass的 所以你也是center of mass energy 所以這邊其實通通都只是center of mass energy 對你來講真正有意思是這個m2 那我現在就告訴你 你m2基本上就是cosc OK 所以你就得到你的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 你的d sigma 基本上是proportional to cos 平方C OK 就是這個process的cross-section 它會有這樣子的angular distribution OK 相反的如果說我今天有這樣子的exchange diagram 同時我有這樣子的exchange diagram的話 所以就代表說 假設這邊是1,2,3,4 這邊是1,2,3,4 所以這個條件是什麼 條件是你的這個2的particle 能夠到1 這個2的particle也可以choose到3 所以這個process也能夠容許的話 那你會有這個diagram 再加上這個diagram 所以你會得到什麼 你會得到s分之u-t 再加上相對於這個 那相對於這個圖 它只是這東西的rotation 所以就只在加上t分之u-s OK 所以一樣你可以把它換作angle的dependence 所以這時候就會變成cosθ 再加上什麼東西 再加上這邊是1-cosθ 這邊是t嘛 上面是e加cosθ 但是這邊有個estimate 的relative2分之u-2 4 在這邊會是3 OK 所以這個會是你的total angle dependence 所以 again depending on你的particle的process會是怎麼樣子 你今天得出來的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 對於你的angle的dependence會有很大的差異性 大家可以接受嗎 那 尤其是在這地方 任何時候你看到說有個分母的時候 你都會問說這個分母等於0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 如果說今天你的particle是sus1 2可以到3的話 你在這裡面你的cosθ 如果等於0的時候是不是有個發散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說把它平方之後把它放在這裡面的時候 這個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 在 θ 等於0的時候會有發散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你今天的process在θ 等於0的時候 那這個角区區區區項0的時候 你會出現一個發散 區區項0那時候它會出現發散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發散 因為很簡單 那你 noise 這個collision进來的時候 你今天在這個 Limit 底下的時候 你是不是基本上來講 我不會是 你可以想說 Essergy就等於是 好像完全沒有 Scatter 一樣 對不對 Essergy是等於幾乎是等於 完全沒有任何的 Scatter 幾乎是像這個 Particle 直接這樣出去 這個 Particle 進來 直接這樣出去 對不對 這個我們叫做 Forward Limit 因為它就只是 Forward Scatter OK 為什麼會發散呢 因為你今天在 Forward Limit 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 如果說你今天換作是看這個圖的話 你今天一二 它是不是有 Exchange 一個 Momentum 過去到三次 對不對 如果說你今天在做 Forward Scatter 是不是Essentially 等於 There's Zero Momentum Exchange 對不對 Zero Momentum Exchange 對應的就 Precisely 就是這一個東西 它會發散 因為它的 Momentum 是區距於零的 OK 你的 Momentum Exchange 是區距於零的 OK 在這個裡面 你是完全沒有這個發散量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在這裡面 你並沒有那個 Channel Exchange OK 所以說你就想 今天假設有一堆的 Scatter 的話 你現在 Literally 你就可以做實驗了 這個 Scatter 它會怎麼樣是 Interaction 你可以做實驗去 Measure 它的 Scattering Angle 它的 Distribution 被 Scatter 出來的 Scatter 去回推 它的 Interaction 到底是這種 或是這種 對不對 那你說 那如果說我的 Interaction 只是 單純的 Lambda 5 4 的 Interaction 的話 如果單純只是四個 Scatter 就這樣子 就單純的 Lambda 5 4 Interaction 了 Lambda 5 4 你出來是不是就只是 1 而已 一個數字而已 對不對 所以說你的 M Square 是不是只是一個常數而已 你只帶進一個常數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又告訴你另外一件事情 你唯一會有這種 Angle 的 Dependence 的原因 是因為你的 Interaction 和 Process 上 involved 一個在 Spend 的東西 OK 你今天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到時候不論怎麼樣 你算出來 你如果發現它 如果說 或是你 Measure 到 你去 Measure 到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你發現 隨著你 Angle 不一樣 你得到的答案 你得到的 Measure 是不一樣的時候 這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說 Strang 是在 Collide Scatter 那其實中間的 Process involved Spend 你如果說單純只是 Scatter Scatter 的話 它不會 Involve 如果說 假設今天是 Lambda 5 4 它答案只是 1 而已 你說 那我如果說 我今天學它 會有 Factorization 所以我今天會用 Lambda 5 Q 呢 Lamb 5 Q 它是不是它的 3-point Vertex E 所以答案很簡單 你就 E 把它帶進來 所以說 你就是得到 1 over S 嗎 所以 這邊是 E 這邊 E 就是 1 over S 嗎 但是沒有任何 Angle Dependence OK 所以當你開始去 Measure 它的 Angle Dependence 當你去看到 你的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Angle Dependence 你就一定代表 你的System 一定有 Involve Spend 的東西 或是 某種程度上是 廢話 OK 那 Either 是 如果說 你今天是 Scatter 是 Scatter 的話 那就代表它是 Scatter 正在 Exchange 一個 Differential 或者是說 你今天在 Scatter 東西 本身就 Differential OK Alright So the whole point 呢 這東西是要告訴你們說 OK 你們現在 在這堂課裡面 你們一直 Focuss 像是這種圖嗎 對不對 Larangia 去得到 Vertex 去 想像它怎麼樣去做 Interaction 那真正 你一旦得到這個圖 那真正 你就是 從這邊到你真正 Physical 看到的東西 就只是 差一步而已 OK 當你得到這個圖 你可以得到它之後 你可以把它 Convert 到 Angle Dependence 之後 就直接帶進 你的這個 R 平方式 就得到你的 Cross Section Literally 又告訴你說 你的 Distribution 的 Probability OK Alright 所以這是 比較 Physical 的一個 Point 我需要給你 那我們現在 稍微回 所以我這樣就 Establish 說 你們在算的這些東西 不論你是從哪關鍵 或什麼的角度來講 你真正在做的事情 真正在算一個 Physical Observer 這是非常重要 所以這代表什麼 代表我現在可以反過來 說 既然你在算一個 Physical Observer 所以我要開始限制 你的 Theory 必須要滿足哪些性質 OK Just the fact 這是一個 Physical Observer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去限制 你的 Underline Theory 好 這會是這禮拜 這兩堂課我要做的事情 好 這會是這禮拜 這兩堂課我要做的事情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看 M 然後我們要給它 它的 Constraint 是什麼 你可以怎麼樣去 Constraint 必須要什麼 just to find a very simple statement 它是個 Physical Observer 這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 just to remind you M 的 Definition 是什麼東西 就要我們一開始 我們最早就開始說 OK 我們今天我們關心的是 你今天是這個 Matrix Element 對不對 你的 Final State 在 T 等於 Plus Infinity 跟你 Initial State 在 T 等於 Minus Infinity 的時候 這是我們在 Quantum Mechanics 裡面 任何東西 我們都 任何的 Process 我們會 要 Compute 這個 Probability 嘛 對不對 當然 這是一個 Wave Function 就是在 T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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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的 Overlap 那這個東西 我們在 廠文裡面 我們會 比較喜歡用的是 就是 Interaction Picture 對不對 你的 Final State 是 Free State 然後你 上面有的 Matrix S 然後這個 I 再 你的 Initial State 是一個 Free State 所以這兩個都是 Free Free的意思是什麼 Free的意思就是 它們的 Time Evolution 是用 Free 的 Hamiltonian 去 Evolve 的 對不對 那所有的 Interaction 的東西 就全部都是在這個 Operator 裡面 OK 那 你們也 所以我們上次有講過 所以你的 Operator S 我們可以把它拆成 Identity 的部分 再加 I 再乘以 T 那這個 M 是 Defined as Final State T 其實應該是還有 2Pi 四次方 我們的 M 通常是 Defined 這個東西 Subtribe 出來 OK 對不對 我們之前有 Defined過 所以你們還記得 所以這個 M 在你的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裡面的 M 是哪裡來的 基本上是從 T Matrix T 是 Related to S Matrix From Separation of 1 OK 好 那我們今天可以對 M 有什麼 Constraint 好 這是屬於一個 Physical Observable 那你今天知道 M 其實是原子於 S 那 S 你可以對它做什麼 Constraint 我們當然我們已經對它做一個最原始的 剛剛我們說要做 Lorenzen Variants 對不對 那現在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你們都學過 你們都學過在 Quantum Mechanics 裡面 如果我在認證的時候 我要寫下一個 Observable 我是必須要確認說它是 Unitary 對不對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個 Constraint S Dagger 再乘以 S 必須要的 ETH 大家可以接受嗎 這是非常重要的 Point 因為大部分 Lagrangian 給出來的 S 都不會放在這裡 所以這是我在這堂課 我今天應該來不及秀出這個結果 但是下堂課明天我也會秀出完 Tributed in case 我可以很容易就寫下一個很簡單的 Lagrangian 所以它算出來的 S 都不滿足這個性質 OK 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這一題 所以我們要 understand S Dagger 等於 E 這個東西 的 Requirements Implication 是什麼 所以這 Concern是 我們要的 Concern是什麼 就是 S S Dagger 等於 E 我可以問問你 你在寫 Delta P 的時候 是不是就代表說 你用的 Fram 是 Central Mass Fram 沒有 Delta 這只是 Momentum Conceration 沒有 Assume P 是哪裡 沒有 這是 Overall Momentum Conceration 這跟 Central Mass Fram沒有關係 這不是只是 P1 跟 P2 加起來等 是 P1 P2 P3 P4 加起來等 好 OK 對 這並不是生 這不是難的 OK 這樣子可以嗎 大家可以接受這個 這個 Equation 嗎 所以這個 我們叫做 Unitarity Conceration requirements of Unitarity 好 我們看 What does this equation mean 當然 第一件事 你可以代進 我們要先看看 What does it mean for T 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直接代進 T 在這裡面 所以說 所以如果直接代 T 進去的話 1加 I T 再乘以 1-I T 的一個 不需要等於 E 嗎 所以你就得到 Obviously E 相消 對不對 所以你就得到 T 的一個 T 會等於 I T 的一個 減掉 T 對不對 那 I T 的一個 減掉 T 這個重點是什麼呢 這個重點是不是 就是 precisely 就是 the imaginary part of T 不需要等 T 的一個 T 大家可以介紹 OK 所以 這個 Equation Equivalent 告訴你的是什麼呢 告訴你就是 T 的一個 T 我們可以想像看 假設說我今天 T 或是換另外一種說法 或者換另外一種說法 precisely 就是這個 Equation 告訴我們你有可能寫下 Logranium 這種概念出現 為什麼 假設說我今天 T 假設我今天有個 非常 small 的 parameter 在去 perturb 它 假設我有個 就是有個非常小的 parameter 假設我 T 可以把它寫成 sum over n 等於 假設我就從 0 開始好 就是 overall normalization 無限大 lambda 的 n 次方 在成小 T 等於 where lambda 是圓小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告訴我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告訴我說 假設說我今天 imaginary 的 T 因為這兩邊要 match 在一起 所以我先把這個 extension 可以把它帶進來 對不對 那所以就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是我的 imaginary part part of lambda 平方的東西 假設我說看它 lambda 不是我說我看它imagining part of lambda 的一次方的東西 哦 lambda 一次方不是很好 這才第一階而已 lambda 平方的東西 是不是會等於 lambda 一次方相乘 對不對 或是換人之 你 imaginary part of T 的東西 上次會等於 T 成 T 對不對 所以換一件事情 是不是小的 perturbation 已經 control 你的 你對那個什麼東西 更高階的控制 為什麼我說這是 lagrangian 這 precisely 為什麼 lagrangian is possible 假設你在寫 lagrangian 的時候 你們寫到 lagrangian 你把它放 path integral 其實你在 assume 的是什麼東西 你在 assume which obviously 這是有點廢話的事情 但是還是 important to say 就是說 你 assume說你的整個 whole quantum correction 你把它放在整個 path integral 裡面 還是 control by the exactly the same classical lagrangian 對不對 等於任何的 correction in terms of h-bar 都是被 classical lagrangian 去 control 這是個非常蠻 trivial的 statement 你仔細去想一下 對不對 為什麼 當然你會說 我要 somehow 取極限 是我的 classical 可以出現 這是沒錯 但是你可以把這個 turn around 誰說我今天寫下一個 classical 東西 他的 quantum 的東西 還是能夠被 這樣子 connect 到 classical 的部分 對不對 或者是說你甚至都可以問 這個問題 如果說我寫下一個 classical 的 system 我的 quantum 的 continuation 是不是 unique的 然後能夠 unique的 control 你的 quantum 的 continuation 當然我問的這東西是很 fine 的東西 必須是 well precise 但是如果你用 就是圖像的方式去想到 你可以甚至都可以問這種 類似這樣子的問題 OK but 你從這裡面你就看到說 這個當你一旦你的 system 必須要滿足 當你 impose unitarity 的時候 算是被 highly constrained 對不對 我今天只要 一旦有 unitarity 之後 我今天有這個 T 的 matrix 之後 我這 T 的 matrix 之後 我這 T 的 matrix 在做小的 只要有任何的 perturbation 我馬上就會 你就會發現 higher order 的 perturbation 它的 imaginary piece 全部都會被 lower order 容易給控制 OK 所以你唯一 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你唯一需要說 我如果說知道 imaginary 的 piece 我能不能知道全部 如果說我知道 imaginary piece 我就知道全部 essentially 你唯一需要 essentially everything is just controlled by the lowest order 你一旦知道 lowest order 之後 你的後面東西可以完全被 compute 出來 是 highly constrained OK 那我等一下就要說 precision and imaginary piece 的確是會 control 全部 OK but anyway 這只是 這沒有任何的 就是計算上面的 那個什麼東西 的價值在 我現在只是在說 當你去只是單純的一個 derive 你一定可以看出為什麼 之前算的東西 之前就是你去學的 Lagrangian 去把它放在 pattern 裡面這東西 Sunset 你都可以問說為什麼對 為什麼我們放在 那是個 natural 事情去做 Sunset 這也不是很好的問題 因為你就說我就是 natural 東西放進去 然後去對實驗 我發現它可以 match them 這就是 justification 就夠了 但是 it's still rewarding to just go back and see 所以在這裡面 它已經在很快告訴你說 當你有 unitarity 的時候 然後你有這個 expansion 你已經看到說你的 low order 已經在 control higher order 因為這 precisely就是 把你把你 Lagrangian 放到 pattern 你再 assume的東西 你再 assume你的 classical 的東西 正在 continue 正在 control 你的 quantum continuation OK OK Anyway 這只是看不說不說 所以我們要 extract這個 information 我們今天要 extract的 是從這個 information extract constraint on M 所以 M 是什麼 M 基本上就只是說 你的這個東西 你的 T 把它夾 你的 initial 跟 final state good 所以我就夾 initial 跟 final state 所以我兩邊各 所以我今天把它夾 F T T 我兩邊各夾 initial 跟 final state ok 所以 final 所以這會等於什麼 這會等於 initial P final start 這個 這沒什麼嗎 這是 Phi I T Dagger 你去夾它的 它的 conjugates 它的 matrix element 的 conference conjugate plus一個 transpose 所以這個部分的 piece 這個 piece precise就是什麼 就是二Pi四四方 again Delta P四四方 overall the momentum conservation 再採 M 的 這就是precise M 啦 從 F 到 I star 減掉 M 的 I 到 M 那這邊的話 那這邊你知道怎麼做嗎 我們就把它中間 再放個 complete state 所以如果今天 放個 complete state 的話我今天可以把它寫成 F T star 這個叫做 X 啦 那當然要把它 sum over X OK again 你現在是在 quantum field theory 你現在不再是個 不再是在 quantum mechanics 所以當我所謂 sum over 所有可能的這個 complete state 這包括什麼 這包括所有的 one particle state two particle state three particle state 所有可能的 species 我都要 formally 把它 sum over OK 所以說這個 pi X 是什麼 pi X 就是 precisely 就是之前我們說的 那個 phase space integral 這些 X 的 particle 它一個是 one particle two particle 的 phase space integral 那這邊 sum over X 就是 sum over它的 particle species 這樣 這是一個很 general的一個 這是一個很 general的一個 representation OK good 所以你如果把這兩個 identify 之外 你就知道你對 M 的限制是什麼 所以就找到 M 的限制是什麼 是說 M again star 你的 final dot initial 減掉 M initial dot final 所以在負 i sum X integrate Di X X Well obviously ok obviously這裡面會有兩個 delta P 的部分 出來了 其實這應該是沒有 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都因為是 2pi 4的 然後這邊是 M 的 initial dot X 跟 M star the final dot X ok 這邊應該還要有個 delta sum over P 它其實應該會有兩個 delta 可是它這邊也有一個 delta 這邊也會有一個 delta 所以這兩個 delta 消掉點這邊還剩下一個 delta 這個 delta我可以把它寫成 pi 到 px doesn't matter 你今天把它 這不是在講很 trivial的事情 你今天把這個 這個矩陣把它寫成 M 的時候 你會不會跑去一個 delta 一個 momentum conservation 的 delta function 但是這邊是 momentum conservation f 跟 x 這邊是 momentum conservation of x 跟 i 這兩個疊加 當然就有個 overall momentum conservation f 跟 i 對不對 所以 overall momentum conservation f 跟 i 會跟這個的 它這邊的 momentum conservation 消掉 所以說這邊就只要抹了這個 piece 剩下其中的 還剩下的一個 momentum conservation anyway good 所以說你就從這個 所以 unitarity 給你的限制 是給你說你的任何的 你的這個 M 的 matrix 從某個 initial 到 final state 跟它的 complex conjugate 其實這東西就 precisely 就是它的 imaginary piece 會等於這兩個的 這個 matrix 要有相成 ok 那我們今天 take 一個 particular limit 所以假設說我們 initial 跟 final state 所以我們 take 你的 initial 等於 final state 的時候 ok 假設我去叫它叫 A 好 把它帶進這個地方 所以你得到什麼東西 你得到 M star A 到 A 減掉 M 的 A 到 A 會等什麼去 所以我們選一個 A dot x we have all our data function 好,這個東西為什麼會很重要,因為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這告訴你什麼,這告訴你說, 所以說,the imaginary piece,這是Literary就是Imagic,它是同一個東西的Complex Conjugate,對不對,所以Imaginary piece of一個process of A到A的C,它會等於M再稱M star,這個東西是precise就是它自己,對不對,它自己的Complex Conjugate,所以這東西是不是就是什麼,是不是M平方, 某個東西,某個process的人,對不對,在這邊的時候還不是啊,在這邊我只是說Initial跟Final的時候,這邊它是Final到X,Initial到X跟M star是Final到X,對不對,但是如果我今天把Initial跟Final把它Identify在一起的時候,Identify成同一個State,我就去看InitialState到FinalState,如果我看Malemate, 我看他們兩個是一樣的時候,我就得到說它這個precise是M平方,對不對,所以這裡就等於,所以這個算是proportion to什麼,proportion to你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你的Total 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對不對,你記得我們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 單純只是你把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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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Matrix,M平方,把它存在一些Central Mass的一些Factor,你就得到了你的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對不對,我現在告訴你們是說,你今天如果說是,你今天,同樣的,你今天如果說去Consider M的話,你的Imaginary Part,當你是,M是考慮A到A的時候, 它這個答案,必須要是,Proportion to 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換言之,你,Imaginary Part,of,你的,這個,Scattering Process,給你的,就是Full的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它就知道,你的Complete的答案,如果說你的Theory是Unity,的話,這很重要,你,你,你,這,某,某種時候蠻,蠻,蠻,amazing的事情, 你先看,我在講什麼事情,我在講的是說,你今天,今天M,我們在做什麼,M,是不是就是看你某些Initial State進去,Final State出來,它的Probability是多少,你可以用Final Diagram,或是怎樣去算,對不對,最後算出Total的機率,或是什麼,要透過它來算出Total的機率,我們剛剛算過一次,我們用某些Process去算它的Total機率是多少,對不對,但是我現在告訴你,你其實根本不用去算它的Total,所以你要的是它Total Cross-Section的話, 你只需要去拿這個M,然後去看某一個Particular Limit,或是它Initial跟Final State是一樣的,這個Limit的Imaginary Piece,就已經告訴你的Total Cross-Section是多少,這個叫做Optical Theory,它的來源像是來自於Opt,在光學裡面, 喜歡與Final Tyales的例子放我們說不лось,然後是K,уб很快選搭我們是延lio證的,這個博會不cept的,我會直接用一下。 fois會 attackers,如果是2倍的A concenteters,如果是1倍的A concent教師的就是把 load在中间上就可以搞定。 反而應該是proportual to 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 可是你化解你integrate over face-space 你就得到total cross-section 實驗上我們沒有辦法得到就是一開始是A 然後後面是A OK 很好 這個Limit是從哪邊出來的 或是在實驗上你看到是誰 所以什麼是A到A A到A precisely就是我剛剛講的Fore Limit 所以基本上我們剛剛再講 比如說你在考慮2-2的scattery的時候 所以你在考慮2-2的scattery的時候 假如說我今天A是2 particle state 如果你A是屬於2 particle的話 那原來的話你是 我們在討論是兩個particle 是一個兩個particle出去嗎 1 2 3 4 對不對 那你如果要描述A到A的話是什麼 就是你去承解案中一開始的這個process 去取我剛剛講的Fore Limit 1 2 然後3 4 你去取你的Fore Limit的時候 你的imaginary piece 就會reproduce 出你的total cross section 這樣有問題嗎 我先稍微在這邊提 這個是completely 我們會用到什麼 我們會一直用到說 你在quantum mechanics裡面 學到的最重要的lessons 如果quantum mechanics 沒學好啊 至少這個文言都要知道 任何的physical operator 必須是Hermission 它必須是unitary operator 你從這個地方出發的話 你會等到的 你會等到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 j正j負 不是一個observable 對不對 因為它並不是一個hermission 把它放在hermission generator 放在exponential上之後 不會是unitary 但是jz是嘛 jxjyjz是一個observable 任何的physical observable 都必須是unitary 你從這個地方出發的話 你會等到的是說 你的這個 在full element的時候 它必須是 那個什麼東西 必須是滿足這個性質的 那我剛剛講過 我之前說過 這個 這個非常non-trivial 因為我可以random寫下一個 lagrangian 就不滿足這個東西 我可以random寫下一個 一個很簡單的 很關鍵 所以我們來看 為什麼 這個有沒有問題 你 我比較好奇的是 就是這樣子的話 不是等於說 它裡面沒有任何interaction 還是說它有interaction 只是 光是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從 一個 一個這樣一個project 就知道它裡面的m-bit 到底長什麼樣子 好 所以說這就代表說 當然你在實驗上 你要真的做到這樣子 不容易 因為你基本上 你像你的定字這樣 這樣collide 你要放個detector 就在collide 你的line of collision 上面你要真正 那個真正做這樣子 是不會 但是 你在 這等於是在告訴你說什麼 這等於在告訴你說 你的theory裡面 如果說你有non-trivial的 cross-section的話 真正-strivial 在從theory的角度來 實驗我們大概 這是個issue 但是theory的角度就告訴你 你如果真的有cross-section的話 你去把你ampure去take four levels 它不能是零 哪一個你會覺得它是零 ok 你theory裡面哪一個你會覺得 我今天這樣子 我去看任何的theory 我今天看這個東西 看似這樣子完全交錯過去的 這個process 或者算的m應該是零 但是這個告訴你說 如果說你有任何的cross-section 如果你是 當然你可能你的cross-section 真的就是零 那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代表你的theory是free的 但是你沒有任何interaction 你沒有任何cross-section 那就可以 但假設你今天是個interacting theory的話 你是不可能 你的這個take這個limit 應該要是不穩定 ok 那剛剛不是有說到那個 t分z等於那個channel 在如果是沒有schedule的話 是一個代表的就是 這樣不會有問題 這樣不會有問題 這樣沒有問題 但他不是就不能發生這件事情嗎 這個會是這個非常 ok 那很好的問題 然後 我沒有說這個東西一定是down的 ok ok 其實 其實 這問題實質很好 其實真正發生的事情是這個樣子 因為這回答會有點technical 但是 ok 我剛剛在這邊我在用masses 在用masses去describe的時候 其實 其實 那個什麼 我用masses describe的原因 是因為我可以很快的 去用signity去fix 你知道masses signity很快就去fix 可是通常你在用masses 去討論這些cross-section的時候 其實會有些hidden的issue 你會有很多這種divergence的東西 那其實只是個artifact 因為你用的particle 是masses的 雖然我們一直都會用masses 去討論一些東西 可以很快的得到答案 但是你們要知道 我必須 這等於有點像是disclaimer一樣 其實masses的s matrix masses is ill-defined 它並不是一個真正的s matrix 這是一個很technical issue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其實我們在討論s matrix的時候 我首先就在這邊先講 那你們會再到處 那個什麼 你們會到時候我們會 一旦我們講到quantum correction 你們一直不斷看到我在講 這是這個artifact 因為你在用massless particle 你在用massless particle 你在用massless particle的時候 常常都會有這些divergence的東西出現 它是個artifact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們今天在討論s matrix的時候 我們會討論你是initial state進來 然後final state出去 對不對 然後今天我們在討論你的initial state 這些state是什麼意思 你們想像是什麼 你們想像是single particle state進來 對不對 好 如果你去用物理的角度去想的話 你會realize 這句話根本doesn't make any sense 為什麼 因為假設我今天看到一個particle進來的時候 我量到它什麼 你是不是量到它的動量 我如果今天給你一個massless particle的動量 我說我今天給你一個massless particle的動量 你應該就會懷疑為什麼它是一個 我怎麼知道它是一個 為什麼它不會是兩個massless particle 剛好align在一起 或是三個 或是四個 或是五個 或是六個 你會說那massive particle沒有這個問題嗎 沒有啊 你今天如果是個massive particle的話 你今天量到一個動量 我今天量到一個particle 如果它是massive的話 我是不是有點都會到那個frame 到它兩邊 讓它是rest mass frame 我去到它的rest mass frame 看它是它的rest mass的幾倍 我就知道它有幾個particle 更好如果 假設你今天有個夸克進來 我更簡單 它帶charge 我就去measure它的charge 我就知道它有幾個particle 所以對massive particle 或是任何帶charge的東西的時候 它有幾個particle 這個東西就是vultified的 可是如果你是一個massless particle 我今天用兩大個massive momentum的時候 我今天去說它是一個single particle state的時候 這個principle它是ill defined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區分不算它是一個帶有這個momentum 還是兩個帶有二分之一的這momentum值 剛好在providate在一起 你literally沒辦法去等 你可以試著去做實驗 你沒辦法去區別 就definitely說它到底是一個兩個兩個三個四個 還是一百個 然後只是每一個是一百分之一的momentum 所以這造成的 這造成的 這造成什麼issue 這造成的issue就是說 當我在討論這種single 這種state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因為它的massless的issue 造成你會有些fake的divergence 就比如說像剛剛這個T的 這個divergence 你可以想像如果說我剛才的這個 這個是在一個massive propagator 它不會有那個divergence 是不是 所以它並不是那個什麼 並沒有真正的違反 它這只是一個artifact ok 所以當然問題是算我們是 我們在cross在那個什麼東西 在collider裡面都會有massive particles 因為很簡單你有photon 對不對 那所以你說那我們那個什麼東西 我們那個像有這些photon 好那我今天我的quantum field theory是不是就完蛋了 因為這個massive particles 所以這東西就會一整個 一整個 就是這是一整個另外一個technical的地方 就是當你是有massive particles sitting around的時候 你要去整個deal它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這邊有多少個在做那個collider 所以你們知道如果做collider 你們可能會有聽過什麼SCEP SCEP Soft Collinear Effective Theory 就是在deal的時候 當你的collision的時候 你有一堆這些soft emission的時候 你這個soft emission 要怎麼去resume 什麼這些東西 都是relate to 你這個massive particles的時候的issue 所以 basically punchline是什麼 punchline是說 當你在討論massive particles的時候 你會因為你的physical state 是ill-defining這件事情 造成說你有那種divergence 觸碼的issue 那這些divergence issue 就是會有一些 在真正的情況下處理的時候 或者是standard的方式去處理 那我們運氣很好 我們真正的massive particles 就只有一個 就是photon 對不對 除了photon裡面 大部分的particle 全部都是massive的 所以說 在這些discussion裡面 在真正massive 都是perfectly fine 還有什麼問題嗎 所以Gluon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Gluon它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Gluon它並不會是一個asymptotic state 因為有confine 所以真的我們自然界 唯一的一個massive particle 就是只有photon而已 還有即現在的graviton 就是你的gravitational wave 那個也是一個massive particle 除此之外 所有的standard model的particle 全部都是massive的 即便你說Gluon 一樣它並不是 它用acentality原則 它都會confine 非大部分 它並不是acentality state Alright Anyway 所以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strong的constraint up to up to 這些massive 所以 你剛剛指出來 就是很strong的point 那就代表說 既然這都應該等於total cross section Total cross section 是那個什麼東西 是related to你的probability的話 那就代表說 這個東西 這個imaginary part 這個piece 不能夠arbitrarily large 對不對 所以第一 它不能為0 因為 arbitrary large 它就很容易就violate 這個unitarian 對不對 所以說 比如說最簡單的 這樣 假設我先寫下一個large 對不對 然後它就是1 2 5 box 5 所以我說寫mass 5 box square of 5 就是單層的一個scaler 不給它一個mass 這樣就沒有達到那些massess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一個strict constraint OK 好 那我現在給它一個interaction 那我就說我給它lambda 然後就給它partial mu5的四次方 一個4 point interaction寫成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OK 好 所以這個東西 我是不是集中考考這個 還是不是 我是不是有考個4點的interaction 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 嗯